路透寬 路透寬 直接把它攔切成一半 我們原青關 三間半 半間的遊覽 哇神社勢 這次跟阿虹跑廟去 第四集 今天我們要辦的這間廟就是 堪稱全台三間半的 半間的玉皇殿 天宮廟 那為什麼這間會是半間呢 我們到跟著阿虹 先去跟玉皇大帝 拜拜碼頭 阿虹再跟大家講講這間廟的歷史喔 阿虹 今天阿虹進來 我們的原青關 玉皇殿 它裡面 讓人家感覺上是一個很輕優的感覺 阿虹 我們現在正往我們的大殿 三川大殿這邊 來做前進 那阿虹等一下要跟大家說 他的半間到底是怎麼樣的半間 那我們現在 來介紹我們 原青關的祖寺的神明 祖寺的神明就是我們的 玉皇大帝 那玉皇大帝是有 那個神像的 右邊 龍邊這邊是 我們的太陽星君 我們的虎邊是我們的 太陽星君 我們正前方這一尊呢 是我們的那個 王母娘娘 他們配飾王母娘娘 阿我們這個 王母娘娘的龍邊這邊是我們的 王天君 我們的虎邊呢是我們的 中壇元帥 我們 下面 他一樣有配飾 配飾著我們的虎爺 他是那種 下山虎的 是比較兇的那一隻 龍邊是我們的 是我們 供奉我們的 張虎天師 那張虎天師 是我們的 戰生的 五邊是我們的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也是我們的 暴受體 戰生的 從往我們 後殿 後殿 是主是我們的 觀音世音菩薩 我們先來 拜拜 我們 觀音世音菩薩 觀音世音菩薩 一樣我們有 龍虎邊的配飾 其然菩薩跟那個 這一尊真的 不太清楚 哪一位 真的 比較抱歉 龍虎邊都有配飾我們的 十八羅漢 好 這邊跟大家說說這間廟的 歷史典故 原清官呢 他建於清乾隆28年 公元的1763年 那為什麼會是半奸呢 在日治時期呢 日本政府在台灣有 實施辦佈一個法令 叫做市區改正的那個 法案 那旁邊的那個天公巷 旁邊有一條天公巷 旁邊有一條天公巷 大家大家過去看一下 旁邊那天公巷呢 把他道路拓寬 改成成林物 所以說呢 這一間廟就從他的 三川殿的部分 被一 往內切 切到我們剛剛看到 觀音殿那邊 變成半間 所以看到 看到這邊 這本來是一個門 這邊本來是一個門 喔 阿之後就把它變成那個 石碑 把石碑箱在裡面 然後看看他的龍虎邊 就可以有他的差別 龍邊是有 有柱子 有箱柱 有龍柱 有廟柱在這邊 那虎邊的部分 就是被削掉一半 他連那個彩繪的這個 這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就是這個位置 他就是 是被 裁切掉 裁切掉一半的 我看到裁切掉一半的 跟龍邊 是 龍邊是不太一樣 跟我們的龍邊是不太一樣 龍邊還是會有一些 妙岩阿 那些 棗花阿 有的沒的 可是 普遍是 都沒有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觀音店的部分 觀音店就是最明顯的 因為他整個內切 道路內切 所以說他這邊是有箱房 那這邊是整個完全被削掉 整個完全被削掉一大半 那我們去外面 從我們的外邊來看的話 就會更明顯的了解說 這條路 這條路 本來所謂的天公巷 天公巷 天公巷 阿這邊 被 日治時期改正為 成林路 所以說你看到外面 還很嚴重 看過 它就整個廟棄是被 這條路拓寬 把它欄切成一半 這所謂這就是我們原青棺三間半間的遊覽 這間原青棺呢在我們1985年的8月19號 被指定為那個二級的四定古蹟 那二一大地震的時候原青棺的那個山川門面有被毀損 2002年有做修復 但是在2006年又產造一個迴路之災 迴路之災就是我們的火災 那又在這期間做修復 啊在2010年重新修復 啊在陸火安坐 那這間廟真的算蠻傳奇的 台灣的很多廟宇都是這麼的傳奇 這麼的有歷史這麼有故事性 如果喜歡這種系列 拜妙系列的話 可以下面留言跟阿虹說 那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IG FB都幫阿虹追蹤起來 我是射手阿虹 我們這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